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蜂鬚的女人 就好像恩宿 那樣 膚食人性 俘虜人心 幾個女人疊疊得憂 把口不收 風天星期三 晚 11 點 女人真蜂鬚 Hello 歡迎大家收看 不是三個女人密密針 亦都不是多醉兵團 今天我帶了三位美女來 有我舊的拍檔 四位美女的總共 大家都知道我是誰 我舊的拍檔是Koei 另外有兩位美女主持 跟我一起做這個11時 逢星期三晚的 女人人生瘋秀 記住是瘋癲的瘋 新的兩位美女主持 麻煩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不如拳手介紹一下 你已經介紹了 我們在鏡頭介紹過 但我相信很多觀眾都很想介紹 先聲明我 雖然我十五二十都差得不差 但我就是那種拳手 我一聽的時候 文健說有女拳手介紹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差十五二十 你會變成拳手 明白 有女拳手嗎 會不會帶夜場的人過來 沒想益了你 小孩 對呀 益了你 專吃東西 Vienna就是打泰拳 所以身材非常好 瘦的地方就瘦 大的地方就大 我也很想大的地方就大 有前有後她說了 我也希望是 其實你要我自己介紹自己 我想了很久了 其實我是一個四捨五入 就來四十的女人 那是 嘩 保持得很好 掌聲鼓勵 多謝 多謝 在工作上 其實我本身是由一個做活動 不過很多活動 我比較偏向和這個體育有關 拳賽之類的 有時候我也是一個拳手 會上台打比賽 有時候我也是一個歌星 很壞 很壞 我想知道喝歌是什麼 你以為我喜歡那首歌 不是觀眾想聽什麼歌嗎 是不是聽拳賽 有時候也是要 我不想的 唱來唱 我都唱上海灘 為什麼唱上海灘 你有沒有聽過 我有時候就是為了 要保持聯絡的問題 有時候別人的表演 我就去唱一下 其實不是我想唱什麼 是觀眾想聽什麼 我想知道大概除了上海灘 還有哪些歌 你會比較多唱嗎 他們主要集中火力就是80年代 和90年代的歌 因為你也知道現在花錢的那班 都是類似那些年紀的 那你會立刻唱到 你記得歌詞還是怎樣 有卡拉OK出現的時候 我們已經每一首歌 都唱了幾十次 那你真的是拳手 是不是夜場那些 酒廊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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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啊 不停坐在一起 有支啤酒有酒有 不用自己付錢 那也挺有趣的 Bienna的工作 另外美女主持 Kathy 多謝幾位美女 可以和我一起在這裡 都做了很多事情 有教話劇 教跳舞 由八個月的BB 一直教到成人 真的有三大 八個月都可以教 他懂得聽你 你懂得說BB話嗎 一來在商業角度 那些媽媽很肯付錢 八個月都已經 原來最貴的課費 就是給八個月的小孩 你知道嗎 還沒出生 新的幼稚園 還有很多的音樂 其實可以想想 音樂由胎教的時候 已經開始玩給小朋友聽 不要緊 幾萬元一套 胎教音樂 沒出生都要買幾十萬的教材 沒踩到家裡 有什麼名的幼稚園 跟他全部報告 你看到Kenny這麼端正的兒容 就知道她也是做一個 教育性節目的主持人 教 有做過兒童節目 有青年音樂 另外也有做過公關工作 現在有幫忙公關 有些公關工作 太空旅行 嘩 我見過有些太空倉 是否有你呢 廣告或MTV 是否都做過 都有 我有唱歌 最近有幫新加坡作曲 今年五十周年的國慶寫歌 幫她唱了幾首兒歌 就是講一些不同的景點 用國語唱嗎 三首廣東話 一首歌 也是小明星 也有關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 緣緣朋友 其實我跟她有很多共同朋友 我看到有時候 那我先分享一下 Kenny不是有偽名嗎 我都要想一想 但如果你唱歌的名字 就不是Kenny 也是Kenny Kenny姊姊姊 好像Peple姊姊 可能要 純儀哥 可能要 我也有唱一些飲歌的 說來聽聽有什麼飲歌 有什麼飲歌 那時候有跟過唱歌老師 回上海 我願意 練了很多次 所以就OK 我願意很難唱 不是啊 不難啊 你們都會唱歌 在你的要求 你的計分去到多少 那些高音位 你不要說 什麼Ini那次 你經過Kalki 每天都會這樣買 家家房 你們真的很厲害 我們不同的等級 真的 要看哪個老師 他會告訴你 唱什麼歌 你不會用那麼多力 就唱得好 你反而有跟過老師嗎 跟過一下 但你都不會協詳 所以這次第一次來買Radio 坐單隻 你看有兩個人 說到那麼多話 說到協詳 我聽到 我們現在很興奮 封字 糟了 要說什麼 你說說到你的Click rate 很厲害 我很害怕 Kenny說怕影響自己的斯文形象 所以看到封字 真的自己都封了 你都會封一封 很害怕 我沒什麼感覺 不知道的 但熊肌好玩的 我沒什麼感覺 包括我青山有個床位 青山開放人 對 Koey 我們多一個人可以被我們串 我想知道拳手 剛才我想再問幾句 然後就了解一下我們現任的主持 一直在這裏 好 果然做關主持 拳手 你又認識很多人 又認識 認識來認識都是男人 還有什麼間諜 還有女拳手 女拳手 在你一行 有 如果這樣說 50個男拳手 只有一個女拳手 明白 但女拳手 是否都會做泰拳教練 通常 有 還有名字 又有幾個 又包括你 你放心 我沒心急教人 我們幫她宣傳Vienna Vienna 不要緊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錢 我覺得很帥 是否會出賽 出賽不是很帥 被人打到豬頭的時候 我看過你的片段 我也曾經經歷過 我也不知道怎樣熬過去的時間 真的會被人踢的 但保養得很漂亮 踢 誰知踢是不是 想說 真的對你太仁慈了 只是踢 拳腳爭塞打完 你說 即是會魚的 你不要嚇我 你不要嚇我 因為你會有那些護 有兩種的 如果你是屬於業餘的 就戴上頭盔 穿上護甲等 但如果你是打積業的 就沒有了 即是MMA那些 MMA就有少少不同 因為我們的拳套 如果你說泰拳 或者篩拳的拳套 就是封住的 MMA的手指是可以凸出來的 一個不幸 一個插板封口就搞定 即是MMA比較危險 其實MMA我認為每個女生應該學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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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這個地戰 若然各位在床上不想和另一半做的時候 她的地戰是非常有效的 床子的地戰 防止被人強姦 又或者防止被男朋友欺負的時候 在地上是非常有效的MMA 我們唯一次找Vienna 試一試吃飯 MMA給我不懂 不好意思 回去學完 我要找人來告訴你 好 Vienna你什麼時候開始學拳 要數就數到差不多2007年 可能十幾年 都沒有 幾年而已 七八年 七八年你做到拳手很厲害 人家那些從小時候十多歲 兩件事 男生為什麼泰國的拳手很厲害呢 人家賣身的 八歲家裡沒有錢 我賣給拳館 然後被拘捕著打 不打哪有錢 但你又為什麼要打呢 貪玩 第一貪玩 第二 我得著人多稱呼人少 我遲早被人撿一鍋 所以你就學定防止 仇家賊 我這個人自己也被人撿一鍋 防止被其他人的老婆女朋友去打 會不會 其他人的老婆她們不流行打 喜歡唱的 女人 所以打就沒這樣 離得的就一批 你什麼時候見過什麼捉小生 那些一個人去捉 一群三夫老婆一起拿工 因為老公都不會讓她去搞你 她們的老公 那我也不知道她們去搞 慢著 這種情況 男生在外甥這種情況 通常就不出聲 你們打吧 你記不記得某個航班上面 在越南飛回來 有飛到大陸的航班上面 小生就跟大婆在那裡吵大吵 然後在航班上面大打出手 那個男人唯一做法就是站在那裡 真的嗎 兩邊都沒得幫 做什麼都死 你問十個有九個男人都是 都看不到 馬上就打開了 因為那些女人打架我覺得很恐怖 可能是抓她 扯頭髮 用紙巾 高跟牌扯頭髮 就是拳擊沒學過這些 沒學過黨這些 簡單來說盡快KO 唯一辦法 被他們全班的基金 牌扯頭髮 也會麻煩 你覺得去過哪個地方出賽 最深印象 我主要是香港 但其他地方我主要是做詩儀 反而我不知為何做了一拳手就做了一拳手 Vienna的意思是她做一拳手是拳賽的 是不是第牌的?不是你第牌 我第牌啊!我怕立刻有人強水加迪路洗眼 你做完吧 好像是要比基尼還是三點飾上身 通常來說這些場合越消布越好 我穿到這樣我怕人家說強水加迪路洗眼 立刻放火燒場 Vienna你多收一份錢 一人做三份 又做第牌那套女郎收多一份錢 別玩了我怕我即場被人扔死了 再做拳手 我想問你跟那麼多國家的人對打過 有什麼感覺呢? 對打反而少 因為澳洲人有打過、香港人有打過、泰國人有打過 日本也有打過? 你覺得有什麼分別? 澳洲人不是很健碩的 還是你們都是分那些KG的? 永遠都是分重量的 如果不是你一定是不能打的 其實沒有任何的特別 反而反過來說泰妹最不能打的 不是泰仔最能打的 泰仔最能打的 泰仔最能打的 他們不算打的 你們看看拿金牌那些 大部分都不是泰妹 是什麼妹 白俄羅斯 澳洲 芬蘭 那些反而有牌 香港有牌 那些白人當然是體能好過亞洲人 不關事的 你都是很粗的 只不過 因為他長逢是打淘汰式的比賽 因為是差不多十天時間的 你要朝早就去過榜 其實那段期間很辛苦 主要就是看你有沒有水土不復 看你的狀態是怎樣 有時候會協長 那你是多少磅 那時候我打48公斤 那Vienna 你有一期自己原本的正職沒有做 然後就全職做了拳手 不算是全職做拳手 因為你要出去比賽 還有長期要操練 長期操練一定在香港也要操 但你本身不是民職的人 我以前是做過朝九萬五 我還沒晚上去操練 幸好那時候那個老闆老闆 就經常不在香港 那我就經常可以輸出一些 那有沒有贏過什麼獎 這個我真的沒有 因為真的很難打 但我要承認是我的年紀問題 我32歲第一次打職業賽 他們不是計年紀 而是計重量 只是計重量 32歲第一次打職業賽 還要面對世界亞軍真的想死 這麼厲害 但你真的沒有靈感 你比較好想 有機會對世界亞軍 對 我只是在想什麼時候過 什麼時候打完沒有 打完沒有 整場打了多久 整場 整場的 fighting time 十分鐘 但好像很久 你給人靈感 其實你會不會像拳賽一樣 你又收錢 你對一個敬人 你也分多錢 其實香港除了賣票的拳賽之外 大部分都沒有錢收 簡單來說 加入拳手生涯的時候 簡單來說 起家的時候就是贏了沒有錢 輸了沒有面 這麼簡單 贏了沒有錢是什麼意思 因為香港有一些是免費拳賽的 例如北河街 通常一個月都有一次 有些免費的拳賽 觀眾免費入場 拳手比賽就沒有錢收 除非你去到一些職業性比賽 就可以真的收錢了 那為什麼拳手要免費做一些表演給人看 練習 你當他自己 自我表演又老 什麼都好 始終你玩一樣東西 玩到差不多 你想試一下自己有多少斤兩 對 所以很多人都想試一下 因為當時我第一次去打職業賽的時候 我的想法就是 不斷踩入擂台退休 我不知道會對他的 大佬 那個感覺 簡直想死 那當時你已經知道是對哪一個 還是去到那個女生 過榜是比賽前一天 過榜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一天 比賽前一天 因為我剛好那年有三個女生 其中一個就是 初賽不用打了 我第一籤抽到最硬的那個 那你之後有多傷 我想知道 之後又不算很傷 這條魚忽那條魚忽那條魚忽那 但他們真的不會遷就著沒有這些 在擂台裡遷就別人 你就是死期 絕對是死期 對敵人 什麼對敵人 其實就等於對自己殘忍 這就是擂台 但你也復原得很快 對啦 皮膚這麼漂亮 會不會打一下 有沒有那些美容院 化妝品傷 刺激一下血液循環 對啦 會不會 都不 其實 講真一句 有很多人打傷 有很多人 就馬上去瘀膏 那些 其實 如果你過了敷冰那個時期 最有效 你還是擦雞蛋 擦雞蛋 擦雞蛋是有用的嗎 對呀 反而是老一套擦雞蛋 之前我打瘀了 整個星期都退不了 一邊擦那些去瘀傷的膏 後來醫生說你試一下熱膚 最嚴重的有沒有斷骨 Rienna 我沒試過 暫時 但現在你都會繼續出賽 如果我的腰可以解決的 我會 之前傷過還是 因為我其實遺傳性就是 我的盤骨是傾斜的 傾斜向右邊 另外我的腰椎也是歪斜的 嘩你都繼續打拳 很厲害 Anyway你總有一天要坐輪椅 你這樣想不可以 這些早晚都要坐輪椅 不如先動一下 香港有多少權力 香港大大話話 都要有百多兩百個 只是女生呢 女生嗎 現在女生多了很多 如果現役還在打的 都差不多有二十幾個 都不多 是否都是在香港學一下學一下這樣做 很多學一下學一下想試一下出賽 但其實在你操出賽的期間 已經有很多人放棄了 第一次被人打魚打到面容扭曲的時候 很多人是放棄了 有沒有人打得到會哭的 當然有 我也打哭過 真的嗎 我也打哭過 是因為情緒的問題 只是痛到你會哭 不是 其實就是被困 他跟了師傅在健身室教 現在健身室的競爭 很多人會教拳 他學了幾下 就以為自己很抽 有一次上來挑機 就是挑你 那一開始我一看 其實我們有經驗 一看下去看手就知道 喂 留下手就留下手 怎麼知道 我已經讓他8安士了 拳套 我帶過16安 他帶過8安 我也肯和你打 是否16安出拳會比較重 不是 其實是比較厚 變成你吃得沒那麼認 他吃得沒 是 即是被我打過 沒有吃得那麼傷 如果你帶拳套 你不帶拳套 就放下去很傷 受那個很傷 所以我已經讓你8安士了 你還不努力 就放我一下 好我就玩 一玩他他就哭 很痛 我一直看了 睡除了 為何令著面子哭 那就完蛋了 那你想怎樣 還繼續打 即是他的職業生涯 就是這樣 拜拜 不是 其實我覺得那次我沒有做錯事 因為他曾經試過 不知道是否這些 他的教練 令他很開心 以為自己真的很好打 在街上 有個男人不斷拍了他的肩膀 他領著面揮著別人一竿 他說自己很能打 如果他不是對過我 他就不知道自己是不足 他應該是自尊心的 那時候他對著那個 對著那個真的可以打的 你就是這樣 對 我覺得我那次是做善事 不收錢和你打的做善事 將來教我們幾招行不行 你要捱得才行 我真的很累 我試過去學泰拳 連普通熱身的那些 都已經令你很累 跑來跑去做很多sit up 我只是玩過kickboxing 其實差不多兩幾東西 其實你說熱身那些 如果是泰國正式的職業拳手 熱身是早上考六公里 跑六公里 最少跑六公里 死了 那些人這樣瘦 然後才回去再踢靶 然後大概 通常早上七點多練到 大概十點左右 然後下午到三點又再跑兩三公里 然後又再繼續操 又操到兩三小時 那些真的是全職了 香港很多拳館 都很流行那些keep fit的計劃 讓你可以瘦 其實打泰拳是否真的可以瘦 可能有些美女 女生都想知道 對 我都想 之所以是這樣 我們經常想去學泰拳 第一 你要減肥 醫生跟你說 節食和做運動 這是第一 第二 通常打泰拳 因為其實他的肌肉運用 他有很多肌肉運用 簡單來說 你初頭惡泰拳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手腳不協調 打完拳又撐一腳 接著又掃一腳 我試過 別人打下去彭彭的聲音 我打下去 沒有什麼聲音 還是怎樣打到沙包裡 還是吃得不應呢 Kendy有沒有試過 有時撞一下應該是這樣的 不知道撞回我 對 都不夠力 還是怎樣踢腳 配合都不應 我簡單這樣說 各位聽眾 真人上拳館 你記住幾個字 只要信 不要事 不要去學人跳技 通常死得很慘 第二 那些沙包 麻煩你做熱身之前不要碰 你以為 因為很多人打沙包吵柴 他們見到沙包 你這個臭腦啊 你怎麼吹下去 千萬不要想這些 你的手腕 根本從來都沒有受過這樣的對撞力 不信的 你回去打沙包 然後回去打沙包 你就明白 那種撞力 你打不進沙包 的力就吞到你自己的手上 結果很多人就咬柴 我聽人說 打拳的人 例如像你這樣 走在街上 哪一條街兜撞你的話 他自己在撞自己 因為是否身體上 那些肌肉已經是被 很緊的 對呀 我有朋友已經這樣 想著撞他 這條女我不想 我喜歡撞你 真的撞回自己自己 很厲害 其實不可以說打太拳來 同鼻子鐵骨 我們只不過是適當時候 握緊肌肉 去防撞 防打 抗打 很厲害 我們晚上出街都要站在他旁邊 真的站在他旁邊 你看著我沒用 我跑得最快一個 你知道嗎 但因為他太靈活了 對呀 為什麼呢 我只是跟大陸奮鬥女士說 不論你幾打 你不要嘗試 你以為在街上抽到一個男人 抽贏他 不代表你能走 很簡單 如果一個女拳頭跟我打了 十分鐘我不死 他打到一個男人 即是他都不死 簡單來說 你想打死他 沒什麼機會 所以就是走為上將 不代表你走人 是給你一個時間 你拿了一刻一個鐘數 打他兩下 打他弟弟 哎呀 這樣就有三秒 自偉術 自偉術 就是拿了三十秒去撇 就是打弟弟 然後就要走 對呀 你一定要把握過時間 很簡單 一個男人一百五十磅砸到你 你怎麼玩 砸也砸死你 所以不要拼 走 在街上有沒有試過 打一個鬼佬 他想非禮禮那些嗎 不是 他只是說錯話 噢 那他打了他然後馬上走 還是怎樣 當然是一個膝蓋搞定他 走人 即是用膝蓋踢他弟弟 在哪裡 男人最痛 男人最痛 因為女人開膝打男人 很容易中男人最痛 你用哪個部份打 膝蓋 膝蓋 女人打男人開膝是非常之容易 因為他們高 好 即是你的膝蓋踢高一點 如果是矮呢 那怎麼辦 矮呢 當然是一張批在他的頭上 還要握住他的鼻子 他的牙齒 你看 你的牙齒挺好 很可怕 智慧術 我會不會用高跟鞋這樣踢 會好呢 浪費時間 有高跟鞋我脫上去打 有高跟鞋沒有平衡的 我以為是高跟鞋 當然不是 高跟鞋你自己拿不到平衡 為什麼我們今天第一晚 有這麼多話說的 超多話說的 真的不夠說 真的不夠說 完全是 但今集大家起碼都知道 我們這幾個女人 其實是 很多話說的 很明顯 我教我們 今天才知道 因為我們第一天見 原來Bienna是這麼英勇的 原來是那些 其實應該不是的 我覺得溫柔是 Bienna也是溫柔的 就算可以打也不要告訴別人 拳頭三毛這麼大 你沒有份打的 好 明白明白 但我們今天真的因為時間要到 那我們下次再談 因為太多話說 我們下次再見 明星期三晚上11點 女人心風騷 拜拜